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听我 我回答不了 你别难为我 行 那你不回答也行 你就告诉我 你想过没有 想过 怎么想的 我们俩以前好过 后来分了 现在时过境迁了 我俩再和好 成笑话了嘛 你想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小鲜肉谈恋爱吗 不想 那你想和一个有钱有势的老人家谈未来 那更不想 再说了 人家那都找二十出头的小妞儿开不着我呀 看来这老的小的都不成 岁数差不多的还有比老二更合适的吗 没有 你这是把课给我跳的了你 学坏了你啊 反正你学坏了 咱俩之间说点实话怎么了 是啊 咱俩之间说点实话怎么了 我这是说你呢 你别老把我身上瘾啊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有没有可能做情重演啊 要不咱俩喝点吧 怎么费劲呢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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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快拦住我了 看你往哪儿跑 园长 园长 怎么了 开发商的那位彭总来了 还带了一大车东西 说是要维闻幼儿园 您去看看吧 天天 爸爸 你现在当老鹰 带着他们玩啊 走吧 你这手啊 开始 来 我们开始吧 一定要走出去 是吧 看看人家国外的幼儿教育 对于提升你们的眼界 开阔你们的见识啊 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个人比较建议呢 去英国 我读书那个城市就非常地不错 彭总 您说 出当国得多不容易啊 我们又不像您条件那么好 就是 我要像您一样是个富二代 我也就不用干用事了 您说是不是 这话说 这跟你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 努力最重要知道吗 彭总 你们家培阳 您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你家里是做什么大生意的 彭总驾到 大哥 提前打个招呼 怎么也得弄个欢迎仪式啊 你这话说的 我大老远送贵贵品来的 我可没招你啊 好嘞 替老师哥还要那么谢你 胡啊 你们这儿 别看着彭总帅就围着不走了 赶紧给司机师傅搭把手歇货 二号 坐坐 坐 凯子 往回来了 三年了 要说不想了 那是假的 可这要天天地想 谁也受不了啊 再说了 是还有儿子呢 真的谁都不容易 明事叫汉子 不敢当 好 你们怎么样 听老三说干得不错啊 还行吧 这三哥他 怎么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啊 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店 就是憋着屁来的 你这慰问品就是糖衣泡蛋 得嘞 糖衣我吃了 这泡蛋怎么个意思啊 直来直去 说 二哥我就说了啊 你说这当初项目是我找来的对吧 弟爷是我给弄的 三哥他也是我拉进来干事的 现在钱也挣着了 还有这幼儿园 我没别的意思啊 这 但是你也知道这幼儿园是怎么来的 当初我是把我妈那老年会所 硬生生给改成这样的 兄弟我做得够到位了 没错 这老三嘛 一直念着你好了 我也真不是说谁念谁的好 我心里面是这么的疼哥 但是你说他 这一挣着钱就要拆伙自己单干 是不是 有点不仗义吧 你们俩这好好的 他这是为什么呀 您弟弟您还不了解吗 就是太毒 为了他自己那点想法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就前两天我跟他开一玩笑 我真是开一玩笑 我说 您要是真跟我拆伙 您二哥那幼儿园我可保不住了 您猜他怎么跟我说的 说什么呢 他说那我也没准 你爱咱们怎么地吧 就是 不是 不应该 老三我了解 不是这好人 如果真像你说的 你帮他那么多 他这会儿转身走人是他不对 回头我跟他聊聊 没用二哥 您是他亲兄弟他都不管不顾的 我这一生意场上的兄弟他管我什么呀 不至于 我跟他聊 那二哥咱们有话先说在前头啊 您可不能说这事是我跟你说的 要不然我俩就真走不下去了 二哥懂 郭总 您找我 对 问问您我那房子的事怎么着呢 我正要跟您说呢 都差不多了 您看咱下一步怎么办 按规定办 让他收房 交物约费 如果他还不收 你就让物业起诉他 这样不好吧 他毕竟是您前妻 咱就没别的办法了 那好招我都想绝了用尽了 现在就剩这点阴招了 要不你帮我下个招 我哪有您那脑子呀 那我就按您说的办 行行 那我走了 我去吧 嗯 不带这样的 不要脸 你也不能这么说 人老三的心意明摆着的 别说一套房子 给我一天门我也不要 他倒想给呢 人民群住也不允许啊 起诉我 那反正吓我谁啊 要不然打一辈子棍子 看谁吓到最后 我知道你不爱听 不爱听我也得说 我呀还得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你听着啊 第一咱摆事实 到了法院 你可以跟人法官说 这房你不要了 老三也可以跟法官说 这房压根就是你的 你不要也是你的 白纸黑字 房本上写着你名字呢 法院不管你那么多 人就看证据 房本就是证据 你打吧 准书 那照你这么说 这房我还非要不可了 这不是我说 这是法律 第二 咱讲道理啊 你看老三在你们的婚姻里 是犯了错误 他给你房子 不就是承认错误 弥补错误的具体表现吗 你原不原谅是你的事 再说 那你能拦着人家表现哪 再说了 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改了 不还是好同志吗 闭嘴 你到底跟谁一头的 我当然是跟你一头的 一头的咱也得讲理啊 我最讲理了 是他不讲理 还有你 全是为你 我再去 你 我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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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爸爸到处找你 走了 爸爸 为什么妈妈不来接我呀 妈妈呀 妈妈工作呢 工作完了她就来接你了 妈妈为什么老工作 什么时候能工作完 乖了 那妈妈在哪儿工作呀 很远很远的地方 能做微信能去吗 想妈妈了是吧 爸爸也想妈妈了 爸爸想妈妈的时候就闭上眼睛 就能见着她 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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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个事 听不明白了吗 反正我听小红这么说的呀 也怪可怜呢 我是不是该跟老三聊聊 我觉得这事你别管了 怎么了 我听范蓉说这事还挺复杂的呢 法院通知我收房 这房我肯定是不要 我也不想见老三 更不想跟他聊这事 所以这事 只能您跟我爸去办 我们怎么帮你去办呢 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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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着念 接着念 他一开始也不相信 后来看小鹏跟他说得一脸严肃的 就说行 那我跟你去公司看看去吧 结果这一看不要紧 这后边事我都不说了 这小子够阴哪 老范老范 那老三知道吗 他说他心里有数 老范老范 拜不得他要走 所以我说的老三是走是留啊 你就别掺和了 明白你的意思 容容 要不然 这房子你留下 行了行了 以后你们的事啊 我不管了行了吧 一天到晚操关系 真是 老三让你跟我说的 是啊 今天来他就是让我跟你说这事 他说又是一段事你别担心 他知道他这一走 小鹏肯定他这是难为你 他说他想办 事不能让老三一人看出来 我得好好想你 收拾这帮家伙啊 我说 这个旧城改造项目 我们公司可是志在必得啊 这个标书我们画了大力气 自自斟酌的努力写出来的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您提提意见 这次投标啊 所有的标书我都看过了 包括你们的 你们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程序的事啊 你是明白的 所有的商家呢 都一样 没有什么谁高谁低 那接下来呢 就是比对条件 看看哪家有兴趣 哪家条件具备 最后绝处生成 那胡叔啊 我觉得我们公司给出的条件 这可是在所有商家里面 也算是在前面的吧 能给你竞争的也有几家呀 咱就不让玩子了 您就直说吧 我该怎么办 为了确保工程 能够顺利地按时交工 商家中标 要求商家呢 在我们指定的银行存入 总额的百分之十五 保证金 在这工程期内 如果这商家 有任何的违约行为 这笔款呢 就不退款了 如果你能够把这百分之十五的数额 主动地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 你企业的诚信度 就会大大的加分 都加分了 就能战胜你所有的对手 我的意见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都临近照顾了 这资金呢 是要需要时间准备的 好 喂 看得怎么样了 看完了 您等我啊 我马上过来 照你这样说 时间是有点矩 那你的问题是 就是资金啊 但是只要有你和老三的资金 这个项目我们就铁定吃下来了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 把面子丢在地下 直接去找老三 想着有礼 动着有情嘛 我知道人我会去找事 我也会去办 但是如果说要是这样 都拿不下他呢 如果拿不下来 我也撤资啊 你 你也要撤资 那你就不是逼我去跳楼吗 你敢吗 我现在就去跳 你信不信 可这里不够高啊 还是需要的 算你狠 怎么 你妈 不敢了 不敢就听我的 坐下 我们有句话 说 至此死地而后生 做人做事 都得狠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绝地反击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绝地反击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你得宽水 我记得了 我冲的 Kombin 我去冲的 请不去冲的 我会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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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大哥 我求你最后再拖我一把 一个月以后就是投标会 如果中标 我要交百分之三十的保证金 但是我现在手里面 只有百分之十五 如果这个项目成了 那就是我们俩双赢 到时候有品牌有业绩 你的资金会翻现在好几倍的 有可能 但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分开最好的时候 你我如果再合作下去 恐怕会两败俱伤 为什么 我们现在合作的不是很好吗 现在是 将来呢 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会变的 你我同样 到了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 为了利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之所谓 你能同款的不能共赴贵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那又怎么样 大不了我们试图PK一场 老虎跟猫决斗 不是很精彩吗 生命里面需要这样的挑战 你是不喜欢的 还是不敢的 你是不喜欢的 我不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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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又舍不得看见你败 那样的场面不好看 所以还是好聚好散吧 是 那就是我劝不动你了 是 要走 你就潇洒地走 谢谢 谢谢 不必 到时候 我会给你一个隆重的 欢送仪式 郭总啊 特意给我们交代了 这是他离任之前最后一件事 他说 等你们收了房 他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离开公司了 这里就是了 哦 来 来 樊女士 欢迎您回家 哦 慢点 慢点 这 别 别磕着 别磕 你脚 脚 脚 你看 你上发症了 安安安 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不打扰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给物业打电话 我们二十四小时服务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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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爷爷叫你来阳台看一下 哎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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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把牌全给你们要干死了 我踢 什么牌你就踢 你管着吗 那你厉害 你厉害 哎呦 在 哎 那成张碎啊 两包 站了 一五 不是 你快玩牌吗 不是 你成心不想玩吧 哎 我就不想玩了怎么啦 不是 见天这么玩有意思吗 不是 你急什么呀你急 你也有我们愿意玩的 不是 没活吗这不是 这什么玩意儿 看看谁急了 呦 二爷 什么二爷呀 叫董事长啊 郭董坐坐坐坐 坐 董事长 那个喝点什么呀 有什么呀 龙星二窝头 跟这北北洋汽水 行啊 哥里哥啊 这日子过得够滋润的啊 滋润什么呀 连业务都没有 哎呦 郭董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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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y 是我们盛达房地产公司 顺利完成纳布勒斯小镇项目的庆功宴 第二个内容呢 我要宣布一下 盛达房地产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 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全体同仁 欢送郭晓阳总经理的告别会 好 废话不多说啊 咱们紧接着进行第一项内容 你不跟我说 这哥儿你个干得挺火爆 那是以前 二哥 现在不行了 人家搞的都是 全国的连锁无聊公司案的 上网就能说八戒 咱这游击队 没人信了 那就赶紧改革呀 改革 谁改啊 您瞅着我们这几块料 这不是拉倒 这不像指望您吗 您不也在老乡家里养病呢吗 所以说啊 您别老在游灯下 给老乡的女儿讲什么战斗故事了 您赶紧回到革命的活流中来吧 我们还等着您那根红星 闪闪放光彩 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呢 对 我说你们是指望不上 我也没辙呀 我 切菜了 别急 我没辙他有 有辙的人 谁呀 招人啊 登报招人才 咱跟着人家干 给人打工 行吗 那你呢 我还是董事长 我负责高瞻员主 对 行啊 我一会儿就给报社打电话了 看 看 对 得嘞 谢谢 然后呢 是第二项内容 有关于盛达房地产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 我宣布 从明天起 盛达房地产公司将全面停止一切有关于房地产经营的事项 转型成为女性用品生产企业 您知道怎么办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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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本公司将成为韩诺集团旗下子公司 为韩诺集团生产卫生精 什么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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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一静 请大家静一静 这是一个无奈的局定 而且请你们相信我 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难受 我必须得承认 我在房地产经营盈域里面 是一个有勇临谋的领导者 以至于在郭总离任以后 我自认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带你们走下去 所以 在此行大家接受我最诚挚的建议 对不起 还有 我知道很多人都打听过我的家庭背景 也打听过我的资金来源 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 我的母亲就是韩诺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说 我投资房地产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妈卖卫生金挣来的 钱就是费不是远吉兰 وال chart 太多了 不是 以前我不敢告诉你们 我觉得不好意思丢了你 我也希望我家里面是做铭矿的是做金属的 是做金融的 但是我跟你们一样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自己的家庭 但是我选择用我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它 所以我才跟郭总一起创立了盛达公司 我是为了摘掉我头上 这顶卫生巾质子的帽子 可惜呀 好景不长 今天本来 应该是我 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扬眉吐气的时候 但是我只能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宣布盛达品牌就要成为利益 对不起 彭总 我想打断您一下 您 您现在这个心情 我是特别能理解 但是我本身我想说几句比较现实的话 您看 现在站在这里咱们公司这些员工 基本上都是干房地产出神的 你现在突然间让我们大家转行去卖卖什么卫生巾 那我们不会呀 没错啊 是不是不是 我们房产总部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优秀 让我们到商店去卖韩诺卫生巾 对不起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丢不起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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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说句最难听的啊 我觉得您这就是在变上的逼我们离开公司啊 我真觉得太厉害了 我要求公司赔偿我们所有损失 必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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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明白 是我欠大家的 我已经跟财务说了 每一个想离开公司的 多发一个季度的薪水 就算是我 表示对大家 对公司贡献的感谢 那咱们现在可是专门堂上开什么庆功会啊 大家胡乱乱赔 赶快收拾一下 走来 快散 快 记得给我们钱啊 往前面有钱啊 不能少啊 记得给我们钱啊 别忘了往前面有钱啊 找点数理解 我知道车子 这场面很难看 但是我不怪任何人 有怪就怪我自己 对不起 老三 老三 王总 不好意思 早也没跟您打个招呼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我也没想到 彭总做这个决定院太突然了 我也明白的 你这一走啊 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跟他说句对不起 可我有觉得说出来吧 反而觉得虚伪 你话到嘴边也没说 你也不必自责啊 你也不必自责啊 我很了解 不过我觉得你这次的决定呢 有点憔率 您可能不知道 下这个决心 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是你把他送上战车的 没有你呢 也没今天的圣打 不过我以为啊 以你的为人哪 你会再送他一车呢 没想到 半道你就把他丢下了 所以他就变成无头苍蝇了 您是想说我不仗义 哎呀怎么会呢 现在又不是什么打打杀杀 说仗义的年代了 可是他不明白啊 前两天他跑到往那边 哭着跟我说 说你不够仗义 怎么怎么的 幼儿园的事情呢 他帮你立个大功 就像你不做了 他也会保住 你呢 在他心目中呢 永远是大哥 我还批评他 说你太年轻了 你不成熟 一言难尽 来 反正您抽空 帮我多去安全带吧 好 不过你也抽空想一想 我觉得你能够留下的话 也是一件好事 不好意思啊 我去个老人家了 多管些事 那 那我先走了 公司还有些账务的事来处理 我该还的钱 早点回事 明白了 好了 再见 拜拜 我该是讨历的事 你看我 你不在乎 你又回来了 那看看 有了 好 基督山伯爵 我看了第一部小说 那会儿我还小 但是那会儿我就羡慕他 羡慕他可以行侠仗义 羡慕他可以报仇血汗 你是密罐里炮大的 哪儿那么多仇恨呢 没什么可羡慕的 我有吗 我恨我妈呀 要不是她我怎么会有这个 卫生精之子的名号啊 瞎矮呀 substitute 阿盛 你也不知道 就是我 你也不知道 你不是没有 我叫他 叫他 他叫他 你叫他 我叫他 就叫他 以至于一年之后 我爸走了 我想报仇 但是我手里没有劫 直到我遇到了你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那把劫 你给我讲了 我就是块烂石头 顶多是又臭又硬 磨不成尖 但我原来以为你是刚 还是块好刚 我甚至还有点崇拜你 不把你当我的偶像 无论 是